雄拳 雄拳 以十二橋馬為基礎 配合十二橋手法和橋手拳 達至伸手、步伐、精、神、氣、合一 然後進一步修煉各種應拳和兵器 使得內外兼顧、長短護用 雄拳的套路很多取自飛琴走秀的形態 並且著重修煉內徑 由一應二十應 再由十二發音 善取常變之力,出其制勝 學者能夠因應不同的形象 以得雄拳的精神 雄拳的獨特風格 就是我們的招式狀位和動作靈活 修煉就自愈 即是說那個初學者 是你應有多少的靈 你就從柯薩拉開始慢慢漸進清 去發揮出靈 公字伏虎拳 傳說是洪喜倌改自十八羅漢伏虎拳而成 路線成功自營 要求尋堅展背,勁灌骨髓 特色在於氣勢紅壯,剛勁猛烈 而他的扎橋手,橋馬 氣息 以及內徑 可作為學習其他紅拳的根基 其實有個公字等於他的結構 一點開始 然後玩一條直線 然後就向上走 然後就玩另一邊轉身 然後就磨了手 然後就循循復復地走來走去 走回後 去回原來的目的,修禮 整個過程是一個公字 假定他學了,苦學雙弦的話 他就決練公字伏虎多一點 因為他實在是太...太過死板了 無故這樣 通常練虎鶴就多過練公字的虎 虎鶴雙形拳 傳說是紅器官和嚴詠春 武術交流之後所創立的 主要取自虎之威猛 與靠鶴之輕力 達到虎鶴合一,天下無敵的作用 他的特色是紅拳橋手 步伐,生法的綜合變化 加上虎形拳的剛猛 以及鶴形拳的巧極 成為紅拳中一套實用多變的高級套路 是在這兩個人中有很多人 幾個真往各內 好 好 也好 我沒想要過 奴壹拳 是指龍 鶴 蛇、虎、豹等五種型拳 以為龍型面神、虎型面骨、豹型面靈、蛇型面器、鶴型面晶 五型拳在紅拳中屬於應用型的中級套路 鐵線,傳說是紅器官不治少男子的秘傳來官傳術 套路動作大開大盒,長橋大馬 以上的套路,我們練習的時候 都是配合一個氣的運勇和聲線的發揮 對,意思是聲線配合七情六慾的喜怒哀樂 特色是以身調氣,以氣吹靈 要求以開合吞吐,配合十二橋手拳 剛柔胡蓉,加上五臟六虎的調色怨念 達到來年一口氣的效果 好嗎? 好嗎? 好嗎?